就是我第三年在OP局上 然后我已经拿到第三个十大赛 那感觉真的非常的兴奋 拿下英国女子公开赛冠军 高球女将曾雅妮难掩兴奋 从一路领先到被对手紧追不舍 最后以一杆显胜 曾雅妮替自己拿下了生涯第三座大满贯冠军 她坦言这个冠军赢得好累 今天感觉真的压力很大 然后整场都非常的紧张很刺激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都很接近 就是一度就是插到一杆 然后又拉拒到四杆 然后最后四杆又回来一杆 所以就是那种心情啊 到最后我真的觉得感觉很累 曾雅妮四天以低于标准杆 11杆的277杆拿下后冠 推出最后一杆时 她的压力才整个卸下 情绪激动甚至泪洒果领 最后一杆那个推进我还都 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 就是确认赢了 然后我就是整个快崩溃了 然后我就是高温姆甘地 说我真的赢了吗 因为那一下的感觉 真的觉得今天真的很累 我觉得累多于喜悦的眼泪 因为其实是我第一场冠军 哭的比赛 26万英镑奖金入带 21岁的曾雅妮 不仅是台湾史上第一位 夺得英国女子公开赛冠军的选手 也是英国公开赛举行以来 最年轻的球后 以及第五名来自亚洲的冠军选手 更是史上第一位 在同一年包办纳比斯科锦标赛 和英国公开赛冠军的球员 我觉得 等着讲意义度来讲很深吧 尤其是在这种球场 当然就是美国公开赛啊 没有别的啊 其实那样比赛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觉得 那就是我目标吧 那世界第一一直都会是我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做我该做的工作 然后继续努力练球 目标放眼世界第一 曾雅妮闯荡职业高球不到三年 已经拿下三座四大赛冠军头衔 就差美国公开赛了 经过这次的挑战 曾雅妮技术更上一层楼 这位台湾之光 未来将更受国际瞩目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 伦敦报导